大家晚安 今天受到新的一波 封面云系南下的影响 各地又出现了明显的雨势了 从微信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台湾上空 实施受到封面云系的影响 再加上新南风持续带来水气 所以今天其实在西半部地区 都还是有比较明显 比较大的强降雨发生的情况 那么目前看起来 这波封面云系 在明天会稍稍的往南部的方向 移动一点点 所以明天北部地区的降雨 相较于今天会比较减小一些 但是在南台湾 还是有比较强降雨发生的机会 提醒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还是要多加的注意 而接下来从周末假期开始 封面云系就会慢慢的往北台 滞留在台湾北方的海边 所以台湾各地 等于是脱离了封面云系的影响 会恢复比较稳定的好天气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好好把握 从周末假期开始 一直到下个礼拜二 礼拜三左右 一段比较长时间的稳定好天气了 所以来降雨的分布图也可以看到 在明天后天礼拜四礼拜五 各地持续受到封面云系 带来水汽的影响 天气状况还是不太稳定 中午过后在山区 也很有机会发展出 非常旺盛的午后热对楼 导致会有比较强的午后雷震雨发生 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加的注意 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 而刚刚提过了到了周末假期 礼拜六礼拜天开始 封面移到台湾的北方上空了 台湾各地脱离封面云系的影响 会回到一个比较典型夏季型的天气形态 就是白天非常高温晴朗炎热 中午过后局部地区 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的天气状况 好 再来看一下温度的变化 刚刚提过了 在这两天其实受到蜂蜜雨系的影响 有降雨 所以各地感觉还是比较偏凉一些的 但是从礼拜五礼拜六 天气逐渐回稳之后 各地的高温渴望逐渐回升到30度以上 甚至到了下个星期 还有机会来到33度34度左右的高温 中南部地区也是接下来这一周 气温会逐渐的往回升 到了下个星期 就会回到比较眼热的天气状况 提醒大家外处就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其实受到蜂蜜雨系的影响 各地天气状况还是不太稳定 都有机会出现一些震雨或者是雷雨 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攜带雨具 天雨如花 骑车开车也要多加的小心 最后也带一点叮咛跟建议 明天封面会稍稍的往南移动 其实受到蜂蜜 带来一些不稳定的条件 以及水气的影响 各地仍然是会有一些震雨或者是雷雨的 其中南台湾还是有机会 出现比较大的震雨 提醒您还是要多加的留意 堤堤地区务必要顺防 很有可能会有一些积水的状况 而到了礼拜五 降雨会逐渐的趋缓 礼拜六礼拜天 更是会转成比较稳定 有阳光的好天气 大家务必要好好把握 从周末假期开始 一直到下个礼拜二 礼拜三左右的好天气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数据